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名演员赵薇担任店长王俊凯 张亮 周冬宇等明星亲力助阵 上个星期从选材 备菜到做菜 饮可 点菜 这一系列环境由明星亲自上阵 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 身首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满满都是生活气息 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非常慢 不同于大都市里的喧嚣和快节拍 创办人原本以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应该光顾的人不多 没想到开业不久责任器火爆 各路明星们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呢 这次综艺节目中餐厅由赵薇担任店长 这次赵薇的能力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面对各种突发情况 不慌不忙 顾客多的时候也懂得灵活应变 中餐厅开业不久责任器爆棚 面对这样的情况 赵薇店长毫不紧张 让大家伙轮班工作 调度后厨 以确保高效率的工作人多意乱 为了避免上错菜等乌龙情况 赵薇给每张台都进行了编号 确保上菜的万无一失 整个中餐厅的运作开始走上的正轨 这可与赵薇店长的管理能力脱离不了干系呢 既然是在国外开展的饮食文化活动 那么就避免不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啦 赵薇这次还从国内带去了不少传统食材 采用传统的中国烹饪方式 展现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魅力 诸多菜肴都用中国人惯用的养生补品枸杞入味 几点缀了菜籽 又利于身体保健 让菜肴色相味俱佳 也很好的弘扬了我们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 赵薇店长很好的利用了这次综艺节目这个平台 向法国人们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之深 魄力之大 赵薇店长这次在中餐厅的出镜造型 也可谓让人眼前一亮呢 虽然赵薇年纪已经不小 但是还是慢慢的少女感 身材苗条 还是发带合体绑的麻花辫 让人觉得慢慢的元气 还是那么少女 化身娇俏 可爱的美妇娘 当年环珠格格里可爱活泼的小燕子 仿佛在现在我们眼前 赵薇对每一个明星店员也是关着之急 尤其是对年纪较小的王俊凯 时不时给他品尝食物 关心有加 除了赵薇的经验两项以外 还有很多明星也在这里 展现了自己的注意和管理能力 如舒奇在这里面也展示了不一样的一面 舒奇不仅经语和中文切换字如 非常流利 还不忘运用上了法语 和法国的顾客们谈笑自如 在和顾客带来的宝宝互动时 也非常有耐心 满满的亲和力 当然说到中餐厅就不得不提 厨师出身的张亮了 第一季时他就在泰国展示了自己过人的厨艺 当时也是深受好评 可惜第二季没有他了 当时张亮认真挑选食材 烹饪做菜的样子 居家好男人的形象 一定俘获了不少迷妹们 张亮凭借着丰富的烹饪经验 在整个后厨必定士气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呢 看了这么强大的明星阵容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明星 在日常事物中是什么样子的吧 中餐厅二还在热播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